目前美国已经准备了大国竞争状态 凭反对我进行贸易打压 近些年来美国发展迅速 反而超美不再是一个目想 而是成为一个较为现实发展趋势 中美之间充斥的合作与竞争 近段时间以来竞争似乎更运行 那在美国的竞争之中 美国最怕中国是什么呢 是并不是核武器 有人表示其实是热武的中国人 人才有人说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是否是最重要的我们已得知 但人才几乎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 都是颇为重要的因缘 二战与德国战败之后 美国从德国捂走了大外的科研人才 火箭 导弹 飞机 卡特 冷战时期 在美国很多军事王位的原质丰富 都能看到一切德国推出家的身影 各体以为中国军事建设 做出巨大动线的科研人才 可能很多网友会提起 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 歼20的研议成功极量产录 标志着我国军军拥有了 可以与世界一流空中参比的作战装备 黄伟路东风21型冬型弹道导弹的设计师 在东风21导弹的基础之上 我国又演示出了东风2D这种反航母戏器 东风31型弹道导弹 是我国第二代战略导弹 其本着提升了我国国防实力 其设计师正是刘宝忠 据发认识神舟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 东风宏一号 东风宏二号的研制工业 也起主持 除此之外 他还主持设计了神舟飞船的总组 军军舰一流 即高飞三一战机的总设计师 这两名战机的研制成功 代表着我国航空工业 内容先别看 刘宝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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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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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忠忠忠忠忻